дол Para cone 人是如何面对死亡不要怕 人死亡究竟面对什么呢 Casey 有个哲学家叫Guardema 他就是Guardema 或者人,最特別的地方是人想死 人和动物不同,人会处理死亡 没死也都会想死 的確是有時候我們想 如果晚上回合聽到滴滴答答的聲音 開窗看看 窗口外面馬路竟然有一堆老鼠走過 然後抬著一隻死老鼠 而且還在一堆老鼠披麻大孝哭 還有一隻是請回來哭 這是不可能的嗎? 動物不會處理死亡,牠不會送病 人才會 人才會處理死亡 而且人還會想到死亡 人還沒想到死亡 所以我媽一早買了一個山地 買了一個墳墻 她說因為起價,早點買 本來我想她死了就賣出去 炒高了 又找一個很遠的,便宜一點的買 這樣就有錢賺了 我媽還買了那道望海 叫Ocean View 死了還要望海呢? 她說你們離開有個海看 原來我們未死都想到會死 媽媽早就想到 當她就快離開世界的時候 她拿了一張照片給我太太 如果我去的時候就用這張照片 還是這樣的 然後她還預備定性 如果自己離開世界會是怎樣 人是會想到死 不知道死後有沒有世界存在呢?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謎 死後的謎就是永恆 我做了一些研究 發覺原來有一個著名的大腦專家 叫John Loeb 發覺有一個人 在數學系的頭很大 他試著研究她的腦 發覺她的頭裡面原來沒有腦 原來她是沒有腦的 她全部都是腦水 她裡面有一片老細胞的薄片在頭裡面 按照她裡面全部是腦水 即是大腦的水 不是腦水鴨翼的那些腦水 按照她這樣應該正常來說 是那些白癡來的 沒有腦 因為我認為人的思想是靠腦的 但這個人沒有腦 為什麼她會這麼聰明 這個人是IQ127 還是數學系一級榮耀學生 令到這個大科學家都有一些奇異 後來她經過二十年再研究很多個個案 至少六百個個案 就是那些沒有腦的人 而發覺凡是沒有什麼腦的人 那些真的沒有腦 不是我們笑人沒有腦 而你笑的人 是沒有腦的 其實那個人又 不過不懂得用 但是這些人真的沒有腦的 竟然有一半是生活正常 而且還是相當的聰明 或者起碼正常的人 他連自己沒有腦都不知道 這個最奇怪 原來自己沒有腦不知道 就是太正常 有時候想 其實我們可能沒有 我們沒有去驗過 是嗎 或者沒有的 那一陣子晚上搖頭 有些水聲 或者自己也沒有 也不一定 他這個發現是很驚訝 因為人開始去想 是不是他後面 人的腦 其實裡面還有一種東西 不是靠腦 而是一種他的思想 是獨立存在 那個是他的靈魂呢 另外一個拿下背掌的大腦專家 叫John Ecos 他寫了兩本書 一本叫The Wonder of Being Human 一本叫The Human Psychic 他研究大腦幾十年 他的結論就是 人是有靈魂的 因為實驗裡面看到人 思想的時候的腦運作 在哪個部分 而那部分 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 數以百萬計的 他看到這個老細胞在那裡運作 他是有一種無形的東西推動他 他說自古以來所謂的靈魂 是有的 當時有記者訪問他 哇,你落背掌得柱竟然說 人有靈魂? 那究竟 如果人有靈魂 那又是不是進化出來的? 你的心理學家應該是進化的 他說進化呢 動物最多有進化都是本能的 不能夠進化到靈魂出來 那記者說 那能夠進化到靈魂 那靈魂怎麼來? 他說 我相信是一個 Divine creation 神聖的創造而來 那記者很驚奇 如果真的有靈魂 那人死的話 還有些東西呢 他說 人死不過是 物質的部分沒有 非物質的部分 是會繼續存在 而且傳到永恆 這些是當時科學家的一些發現 當然 人的確真的有靈魂 所以人才會有空虛 沒有靈魂我們不會空虛 沒有靈魂我們不會有痛苦 人感到空虛 我們總是覺得好像還欠一些東西 還欠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滿足不到 那個就是人的靈性 靈性是要追求永恆的微善的 但是呢 人的靈性是 如果真的有的話 死後 人的靈魂是不是面對永恆呢? 人的靈魂終極是什麼? 人最後的盼望在哪裡? 或者 這裏讓我們想起千古以來 只有一個記載是說過 一個人死了之後 經過了死亡 但是他活回來的 復活了 成了一個新的人的 這位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呢 當年 在人間的出現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他不過三十幾歲 三十歲才出來 用廣東話說出來走 三十歲 三十三歲半就離開世界了 只要他這麼短時間 大學都沒讀完 總統都沒做完 總統都要四年了 耶穌來三年半 但這麼短時間 為什麼萬世會紀念他呢? 是因為他做到的事 是沒有人做到的 是驚天動地到人 不能不紀念的 就是因為他表現到神的能力 他不是只是一個偉大的人 一個哲學家 好像孔子 釋迦牟利 偉大的思想家 哲學家 修養功夫 覺悟的人 但是耶穌基督 他不只是一個 修養功夫的人 或者覺悟的人 他表現他是神的能力 他能夠用五餅兒 餵飽五千人 他能夠叫死人復活 當時這些是無數人親眼見到的 五千人見到的 騙不到的 譬如我現在說 今晚當有幾多人 當有一千人 當有一千人 或一千多人 我說 我用五百餅兩條 餵飽他們 用我出去跟人說 人家問是不是 哪裡有 只有我說 說 哪有餵飽你 無論什麼氣功大師都餵不飽人 什麼特異功能餵不飽人 但是耶穌基督能夠五餅兒 餵飽五千人 顯明 他是真神 他是上帝 然後 拉撒路死了四天 無數人看著 屍體發臭 耶穌叫他出回來 他就復活 引致整個耶路撒冷的人出來 要歡迎耶穌入城 因為他們知道耶穌基督 是上帝來到人間 耶穌基督 他有一種奇特的很大的能力 所以讓我們分間明白到 永恆是曾經來過人間 不是只是人去找尋真理 或是通過修煉去體悟最高的真理 我以前都收過 也讀過很多哲學 我的博士學位就是研究這些 我是研究易經的博士 我不是讀神學的 我是讀哲學 但是研究很多這些東西 你無論怎樣收怎樣 你都是人去找尋真理 但是最奇特的有一件事 就是假若宇宙真的有最後的真理 真是有神 起碼今天科學家 已經證明到 宇宙是有起源 宇宙有起源的話 是什麼樣的宇宙開始 什麼將那個宇宙的數學和規律擺進去 已經令很多人討論 可能有上帝存在 而宇宙這位 如果真的有這位最後的真神 他跟人類有什麼關係 我們怎樣跟他溝通 怎樣建立跟他的關係 人與人溝通都很難 何況人與上帝 人與人都溝通很多誤解 那人怎樣跟上帝溝通 除非上帝主動來找人 耶穌基督就是上帝來找尋人類 是永恆來到人間 找尋人類 他顯明了他有上帝的能力 但是奇怪了 既然他有這麼大能力 一變就什麼都變好了 為什麼這麼多事情 世界都這麼複雜 但原來耶穌基督 雖然他有全能去變好世界 但是他沒有用這個能力 因為他尊重人的自由 他重視人自己的創造力 自己的決定 他並沒有用他全能去變好世界 卻是選擇另一條 我們想不到的道路 就是經歷痛苦 他自己被捕的時候 被抓去釘十字架 被鞭打的時候 照以他的能力 一個刻持一隊兵滾下 你看看那一齣氣壽爛曲 那個人抓他 一刀都打他 然後耶穌摸摸他 那個人看著他 他的能力這麼大 整個呆了 但是另外一班 從餘囊似虎去抓他 他應該用以前的語片 高老傳有種叫做黑癡功 下次就飛沙走石 整隊兵滾下 但為什麼他沒有用這個能力 他原來選擇另一個辦法 他寧願經歷痛苦 他要通過他的痛苦 去告訴人類 你受他的痛苦 我作為神 我作為上帝 我知道 不過你不是孤獨的 你的痛苦 我和你一起擔當 人類千八年來有很多的罪過 很多的醜惡 我明白 如果神要審判 人人都走不掉 因為上帝也算了 你心想的事情 我沒有做壞事 但都想過 通常想得很精彩 心裏面殺那個壞人 有時都想過很多計劃 沒有做 奸任還想得厲害 我沒有做 但上帝也看到 計快 如果每樣都計 始終會有罪 不過耶穌基督仇苦 他要讓我們明白 就是 他釘十字架 是要寬恕我們的罪 這個是他最重要的 一個對我們的意義 但是他死了 就這樣死了 就這樣過去 三日後 很奇怪 無數人 竟然親眼見到他復活 這個就是基督教的開始 耶穌基督真的復活了 無數人見到 基督教這樣開始 不是說 有些人說 耶穌道理很高 現在傳下去 不是 因為見到他復活 他復活顯明 死亡之後是有永恆 死亡不過是到門 進入永恆 而且苦難罪惡會過去 而且他會站起來 一切從頭再來 這個就是耶穌基督 給我們人類最深刻的意義 他叫我們明白 永恆來到人間 因為上帝珍惜我們的生命 而我們也要珍惜我們的生命 使我們的生命活得美麗